-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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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真的沒想到我們全家如此能睡 - 對啊,我整個晚上沒有吃他的問題 - 早安! - 笑我的天啊! - 我們完全就是... - 完全就是紐約人 - 還說完了完了,我覺得晚上我會睡不著 - 結果我們躺在床上沒多久 - 她就說,我覺得我現在就想睡了 - 她就睡了 - 太厲害了吧! - 完全就是紐約人 - 現在要坐Uber去吃一間非常有名的早餐 - 哇,我們今天坐的是賓士欸 - 把手放進去 - OK,我覺得是OK OK,OK,It's a small bag 這音未免太誇張了吧 蠻誇張的好,可是我剛剛看了一下它的分量感是蠻大的 又有一根,不知道什麼東西的話 OK,等20分鐘 哇,超大的 而且這邊的人真的很多,大家看一下 其實亞洲面孔還算少 對啊,這個就是有看到台北非常有名的那個什麼 早午餐女王 哦,早午餐女王,我知道那一間 可是沒有仔細查過它的資料 你知道它最有名的是什麼嗎 最有名的就是女王嗎 不是 班尼迪克的龍蝦孔 不是洩露 可是我剛剛看了它其他的東西 感覺它的鬆餅看起來也蠻多人點的 很不錯 我們今天是在中央公園旁邊的這間店 人真的好多,大家可以看一下後面 非常多 不知道吃什麼,肚子好餓哦 要等20分鐘 這20分鐘我們可以好好看一下 大家都擺什麼,吃什麼,點什麼 直接點了一個柳橙汁 這個人點了一個可可 熱的還冰的 熱的 熱的,好喝嗎 就是哥哥 就是可可 可可的拿鐵啊 親愛的點了一個拿鐵 對,我點了一個拿鐵 喝一下它咖啡扇嗎 OK,謝謝,不錯 不錯,不錯 不錯 最近,我個人認為這間餐廳最棒的地方就是早餐就有啤酒可以喝 8塊酒,200多塊 有點貴,我喝一下它的味道怎麼樣 啊 它 好喝它有點像白啤酒那味道 對不對,我現在味很重 你們把我啤酒打翻了 少了一口 少了一口 好像我10塊錢 姐姐點了一個法式草莓吐司 Yoyo,你點了什麼?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Yoyo點了一個烤焦的吐司加蔥炒蛋 然後我親愛的點了一個鮭魚斑尼普克蛋 對,我點了鮭魚的 那我的是經典款 就是斑尼普克蛋 And to me, that's all right 欸,你擺煩了啦 這樣子不美觀耶 我剛剛這樣照才不美觀 你知道 我剛剛本來是照這樣 結果我發現這兩顆在我這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算 要換一隻貴有點色情 我要特地把它轉過來 放這個角度 這樣超帥 這兩顆是眼睛 然後這樣我的腿 你看好了 對,那兩個是眼睛 對,沒錯,眼睛 好,趕快吃 好,先來吃一口剛才的青菜 先把這個戳破 我們昨天一整天都沒有吃到這個青菜 好感動 所以我確定今天要點這個 沙拉是油醋的 有一些那個油跟醋的比例會很奇怪 這個還蠻正常的 可是人家重點不是青菜 重點應該是這個 對,我現在要吃了 這個也算招牌之一 對,我點的是貴 因為我們在飛機上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吃一個海鮮 欸,它這個超爆漿的 你吃看看 真的喔,現在切囉 Oh my God 你看你看 好天啊 喔,我丟了,丟了,丟了 噢,出來了 欸,你真的下陰 啊啊啊啊 啊出來,啊啊啊啊 你看你看,Oh my God 看起來超棒的 這整個就是 這整個就是我的菜啊 你的菜不是我嗎 我一直以為你的菜是我 想不到你的 想不到我竟然輸給兩顆蛋 我要吃囉 我跟你講這要一起吃 一口,什麼都有 我們一起吃 生天了嗎? 生天了嗎? 好好吃喔 好啦,下次再回台北再帶你去吃啊 不少跟台北的味道不一樣 好吃耶 好吃嗎? 嗯,好吃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就是,它的鮭魚其實不是 它鮭魚不是熟的,是生的 煙燻的,有那個煙燻味 然後,基本上我是一個很愛吃蛋的人 尤其是像這種半熟的蛋 我還蠻喜歡吃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很難就是 因為像我自己像這樣子做一份 是有點不太可憐 可是我覺得它 來這邊能吃到倒地的美食的早餐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棒,非常的幸福 那你要不要吃一下悠悠的蔥花蛋 好啊,吃吃看 悠悠的 你可以先吃吐司嗎? 是不是 悠悠的是烤椒吐司配蔥花蛋 嗯,不是烤椒吐司配蔥花蛋 有一個人來之前,堅持一定要點那個蔥花蛋 就蔥花蛋嗎? 就蔥花蛋 真的是蔥花蛋嗎? 就蔥花蛋 好吃嗎? 蔥花蛋就是這樣不好說 就蔥花蛋 真的還假的啦 就是蔥花蛋 喔,那它的吐司耶 我覺得很辣 它吐司很像雅坤的吐司耶 我來吃吃看,吐司 真的 它吐司是稍微比較薄一點 它外面烤的一圈焦焦的 裡面的感覺上是剛剛好啊 我來吃吃看 為什麼你要吐司? 吐司很香,很脆 我喜歡吃這樣的吐司 我不喜歡吃太軟了 像這樣炒剛剛好,我很喜歡 姊姊吃的也是一個招牌之一 姊姊真的很奢華 奢華到你不行 這個是法式吐司草莓 這也是招牌 你看它吃的真的很誇張 欸,姊姊你吃香可以好看一點嗎? 你要什麼醬嗎? 你要什麼醬? 你要什麼醬? 你幫我挖一點這個 你幫我挖一點這個 熱量高了 我一直在那邊睡 最近我在吃的時候 一直跟我說這個熱量很高 我真的熱量很高 這是法式吐司,也是招牌之一耶 吃一下 好好吃 就好吃 欸,什麼都好吃了 什麼都什麼飯 它的吐司吃起來很綿很忠實 但是它咬下去會整個在你嘴巴裡 到嘴巴裡又變成你會咬起來 那個吐司是很紮實 它雖然看起來很蓬鬆 好好吃喔 它就是法式吐司耶 這不是吐司而已 它後面還有一層蛋,蛋香味也很好 這杯啤酒這麼多 你竟然沒得過啊 我先把它喝喔 我跟你講我們要結帳了 在美國 有一個就是 其實是小費融化 我昨天做了很久的功課 我們這算早餐跟中餐嘛 行情是15到18% 那如果晚餐啊 就是18%以上到20幾%都能給 對,你今天打算輸入多少小費 所以就是 如果你用信用卡 你趕快要進去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首先你要記得 很重要的一個英文單字 叫做chick 然後我等一下示範給各位看 我先來找一個福生chick一下 chick chick 喔不是chick啦 chick 所以不是chick是check chick 跟我一起唸三次 c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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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帳單拿來啊 它就會離開 很固喔 這跟台灣很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 好像是說如果你是給現金 你就錢放著 算好15到18%你就可以走了 對對對 你也不用不用 可是信用卡 我就是不知道他為什麼 信用卡我教你啊 真的 我剛好有上網錯綜 而且我剛好有在旁邊偷看別人結帳 喔 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先來猜 我們看誰猜的比較準 你覺得我們現在 這餐吃了多少美金 會喔 我猜我們一個人 加完小費喔 我猜我們一個人的 一個餐應該要20塊美金 所以大概要在3000塊左右 大概100塊美金 保守估計喔 對我覺得這樣 因為他的飲料我剛剛看 一杯也都是要 10塊錢多 對 所以就是保守估計 可能要至少3000塊 這些小答案我們吃了多少錢 比你想像的多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我們這餐吃了 135.28元 那下一個步驟呢 他有幫你算好了 如果願意給18% 就是22.35 20%就是24.85 22%就是27.35 對 那我們要給幾% 我們給個24塊美金好了 好不好 剛才我發現 外國人是這樣放的耶 就是你要把 胸膏夾在這裡 然後讓他凸出來 就像這樣子 然後放在桌角 他就會收走 真的 接著他就會把 帳單拿回來 你就會發現裡面有一支筆喔 然後非常的簡單 就是在 這個 我們今天是1135 你大概會抓18%到28的小費啦 可是因為我懶得計算 我就想說 總共付給他160塊 total 然後 這邊小費就是給他 24.72 對不對 24.72就是介於 8到28之間 就是 他現在是1-5.28 那誰直接抓一個總數 所以一個小費的餐好 總共160塊 對 然後接著就簽一個名 把信用卡拿走 然後把這個帳本 放在桌上 我們就可以走了 喔 所以不用再等他 再拿單子 我在意的不是那個小費 我在意的是我們這餐吃了好多錢 真的 我們昨天晚餐不是才吃了 六七百塊台幣 怎麼這一餐大腰子 那你剛剛那個 那昨天吃那就是素食店 那我們以後可以每餐要吃pizza嗎 也是 不行每餐要吃pizza 可以 可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找一些便宜 我們要離開 早餐店了 那要離開了 現在早餐店 就在中央公園的旁邊 它其實有很多分店 不一定要來這家 因為這家人是最多的 好啦其實蠻推薦 蠻好吃的 以台灣的物價來講 可能真的稍微高了一點 那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記得按讚 留言留言留言 記得按讚 拜拜